早安现场 在我心中 曾经有一个梦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 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 也没有了痛 但愿人间出去都有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 换你真心笑容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迷了每一分钟 全力依附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变成风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七点二十五分四十五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真心英雄 里面有这一首这一句歌词 我觉得特别特别要提出来 跟大家来再分享一下 他说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 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引踪 特别是我们在看到二十号 我们看到在桃园的新屋 所发生的这一起火灾里面 有一个保龄球馆 里面也有游泳池 这样的一个现场发生了火灾 结果有六位桃园市的消防队员 不幸在这里罹难 当然在事后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我们首先除了对这件事情 表示哀悼跟痛心之外 我们真的也祝福 所有的受难者的家属 能够慢慢的从伤痛当中走出来 因为毕竟活着的人 必须要好好地对待自己 这样子让离开的这些弟兄们 能够看到说 他们还活得很好 OK的没问题的 他们放心的走 不过我最近因为看到很多的报道 也看到消防队员在网路上的一些陈述 有句话我觉得看了过好感慨 怎么说 他说很多的公共场所不是有逃生门吗 就是我们一般民众每次到了 可能你去看电影 或者是去看一些表演 集会场合 你必须注意的保护自身的安全 如果真正有状况 赶快从逃生门离开 但是那个消防队员说 哪里有逃生门就是他们冲进去的地方 他们为了救大家 就像我们这次看到的火灾 他们必须赶快地冲进去 哪里危险 他们就要往哪里冲 所以一般多数人的逃生的门 却是他们进来救我们的地方 却是他们牺牲自己的地方 真的 所以是我们真的 其实每次当发生火警的时候 我自评的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除了心里面觉得很紧张 很痛心之外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很感谢这些消防队员们 每次都冒着生命的危险 从大家要逃生的地方 从那个地方冲进去 去解救众人 对 就是有任何的出入口 都是他们想要赶快进去灭火 把里面受困的人 给拉出来救出来的地方 我曾经很想要访问 这样的救火英雄 就是说 是什么力量去支持你们 去支持你们 可以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那么样子的 义无反顾地往里面冲 是什么样的理想 让你们有这么大的勇气 我好佩服他们 是啊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 除了消防队员制 我们真的心目中的真英雄之外 你记得吗 在SARS非典期间 也有很多的医护人员 对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是极为危险的 因为病毒真的在当时 人类是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可是他们一样 是往第一线冲 真的 病毒没有颜色 也不是说我来了 对不对 但是他就真的 悄悄在你身上降临的时候 对不起 你知道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医护人员 就在那个SARS的防治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也是勇敢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他们为了只是要阻绝这个SARS 继续来散播 来扩散 所以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这一群真心的英雄 对 但是英雄 我觉得有的时候 有一股热情是好的 但是我们后勤的单位 到底到底给他们些什么往前冲 这更重要啊 没错 所以在这一次的大火发生之后 大家就讨论说 会不会是整个这些英雄们 他们进入火场去救火的时候 他们的设施是太老旧了 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经由这些高科技的这些设施 让他们可以脱离险境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红外线的扫描仪 对 热险像仪就很缺乏 是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把这个仪器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到这个火场里面 这个最高温的地方在哪里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仪器可以提醒指挥官来告诉所有的消防弟兄们 哪个地方 哪个部位 你们不要去 因为那个地方正是火最大的地方 或者说是这个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 你们千万不要进去 是 所以我们看到数字的显示 就告诉我们全台湾有这样子仪器的台北市六台 整个台北市 不过这是好的 你不要叹气 因为呢 浮原广阔的花莲 全线也只有一台而已 这样怎么够 是啊 而且呢 基隆市唯一的一台 在三年前引机报废 根本就没有 基隆完全没有 天哪 天哪 可是那这样子 如果说这些仪器是设施不足的 是是比如说是老旧的 怎么样能够保障这些消防英雄们 他们的性命安全 他们已经冒着生命危险在拯救大家了 可是怎么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再没有保障呢 而且还有一个消防配备当中 有一个救命器 当中他的功能就是说 只要这个消防队员进入火场 30秒不动 就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所以等于是也是让大家辨别说 这个消防员现在目前出现了危机状况 就会发出很大很大的声音 大家就赶快去救这个弟兄 可是重点是这个救命器也不是每个人都有 怎么会这样子 好像上前线打仗不是每个人都有枪 有些人配到的是什么水果刀 有些人配到的是冲锋枪 那怎么办呢 这个很难过 很难过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在此刻 如果说这个相关单位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愿意告诉他们 我们也愿意来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群消防弟兄们 他们的设备已经老旧了 已经缺乏了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 请政府一定要编列预算 来赶快来补足这些设施 那么甚至于我们也看到了 红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 他到了这个灵堂的现场的时候 他马上就捐了600万 他想要给这个相关的这些消防队呢 可以补足这些 起码把这些钱拿去补足这些设施 赶快救命钱 行政院也说要筹备新台币1.2亿元来添购设备 不过这时候就想啊 其实每年我们跨年不是才刚过吗 都会放好多烟火 各县市都会放烟火 都有好多经费预算啊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经费预算 拿来补足这些消防设施啊 是啊如果有一个县市 或者一个企业登高医乎说 我今年不再捐钱给这些 不是捐钱 不再这个赞助这些烟火 或者跨年大型晚会 我把钱投注到台湾第一线 不管是消防还是医疗人员 这些相关第一线人员的工作设备的 这个采购上面 我觉得那时候会更让人感动的啊 提到了前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讨论的话题 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 就是这个游泳池 这个保龄球馆 其实它是一个大违建的 那么各县市政府对于违建的 每一年都会编列预算去拆除它 但是你知道吗 这些民意代表 每次都在议会里面呢 把这个相关的拆除经费给删除了 因为啊 大概了我们这样去推断 可能是如此 就是说这些个违建呢 都的这个拥有 拥有者都非常有力量啊 他们去说服了民意代表 去在议会里面删除这些预算 所以呢 他们的违建就可以不必被 被拆除 是 民意代表收到请托 所以就在议会里面呢 这个大砍 拆违建预算 拜托拜托啊 牺牺牲的是人命耶 对 怎么可以这样子接受官说呢 所以呢 当然这个话题也是提醒大家啊 这个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要默默良心去审查预算吧 好不好 好 现在时间是台北早上的7点34分了 我们这时候呢 已经开放前场的call in 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 告诉我们你心目中的真英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是 首先第一通电话是张先生打电话进来 你好 主持人好 哎 张大哥 我们今天来谈英雄的话题 来 你心目中的英雄是哪一个 可能职业或者是谁 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哎 这个英雄 英雄当前应该说呢 就是的这个 华大东这个宣誓的 留命消防医院 是 他们是战胜的英雄 实的 两岸 一米 共同纪念他们 他们永远 活着 两岸 一米的形容 是 谢谢你们也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的想法 谢谢你 张大哥 谢谢 谢谢 那你自己 你自己这个生活里面有没有觉得 你的 你的周围 你要特别感谢谁 哪一位英雄 也许是警察 也许是公安 也许是你的 哪一位守护你的生命的安全的这位英雄 有没有 是我们当初的时候还没有吃下车的英雄啊 因为是下车呢 我们下车的这个这个当地的时候一般的活着也不多啊 哦 好 OK 好 谢谢你张大哥 谢谢 谢谢 对不对 好 我们接下来下一通电话是台湾的听众缺许打电话进来了 你好 缺许 晚如早 夏哥早 我们今天来谈英雄 你怎么说呢 你心目中的英雄 这次的事件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 他在做警销 在彰化 那我有两个朋友在做艺销 其中一个在新竹 那这几天我看他们的脸书动态心情都很不好 怎么说 嗯 我那个同学发了一篇文哦 他说我们要的不是掌声不是赞美 嗯 也不是道歉 也不是抚恤金 也不是盖国籍 他说他们要的只有两件事情 什么 就是缺人就补人 缺装备就补装备 就是这样子而已 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提到就是说 其实原先是要补数千人 但事实上可能缺了一万多人 在台湾的这个警销的这个补助 对啊 可是为什么不补人呢 心血这么高应该很多人想要去啊 嗯 为什么还是 嗯 应该怎么讲 我觉得要 可能它危险吧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工作 因为要给人家的安家费 抚恤金还是要给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八大高风险行业 所以他们的保险特别难保 而且他们保费特别高 嗯哼 那你说郭董给他们的那六百万 我觉得应该是给安家费 他到灵堂去给的 是 而不是要给他们买装备的 哦 也许人家父母只有这个儿子 靠他来养家活口而已 嗯 这么高的薪水 嗯 那一旦走人 那个家中的经济要怎么办 是 那刚刚塞贝有一个疑问说 是什么让他们支持 去做那么危险的工作 我对我那个高中同学 比较了解一点 我讲一小段他的故事好了 嗯 他也是您的听众 是 他叫张姐 啊 他叫张姐 是 请说 我们都在高中念书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事情 让我很讶异 第一个 他去办了器官捐证卡 嗯 在我们高中 高中的时候 其实还不是这么样的 普及的状况之下 他就去办了 对 第二个 他那时候开始就定期捐学 哦 是 第三个 他皈依了 佛门 然后有了法号 皈依跟出家是不一样 他只是皈依 是 然后有了法号这样子 嗯哼 那我那时候有比较感动 那我后来我有去办器官捐证卡 我也定期捐学 嗯哼 对 他就是 应该 其实我们做 我是固定做大夜班的啦 是 那他是要日夜轮值的 所以他有时候早班 有时候晚班 是 那他这样的 对身体的损耗又更大 对啊 就是 该给人家的就给人家吧 不管是人 装备还是钱 你该给人家就给人家吧 真的 其实第一线打火定兄要的很简单 就像确许你说的 就是人力跟装备 这么样基本的东西 你要我们上战场 但是基本的东西 你要给我们啊 所以事后 事后再给这些的抚恤金上千万 我真的觉得看都看不下去了 有用吗 为什么上千万不赶快 先从第一线人员的装备 就给他补齐就好了呢 对啊 人力已经没有了 还有很多事情 不应该找消防员的 都找消防员 是 没错 现在消防员也要为民服务啊 很多抓猫抓狗的事情 都是消防员在做啊 对 为了屋顶上有只猫 摔下来电重伤 那个真的 应该要找动保协会 那不是找消防员 消防员除非你是毒蛇 或者是虎头蜂 如果说无毒的蛇 或者小蜜蜂 请你不要找消防员好吗 嗯 然后前几天看到新闻说 有人因为蟑螂 打电话 叫消防员来打蟑螂 太夸张了 昨天还有什么 在壁谈两个小女生 踩那个天鹅船 踩不动 打电话叫消防员 我的老天爷啊 这是搞什么鬼啊 唉 不过这次可能也是 我们从小的教育 就是说 你有遇到 怎么样的危急状况 你就赶快打119或110 然后呢 所以那些小女生的概念就是 我真的没办法了 然后怎么办呢 要找谁求救 就只好找消防员来 我觉得很扯 对啊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 确许跟我们的分享 真的这个故事很感动啊 真的 也是你身边最亲身经历的 这样一个朋友的这个说法 这是最棒的 我同学他应该也正在听你们的节目啊 感谢 真的 请你帮我们好好谢谢他 好不好 要为这个第一线的英雄致敬啊 张先生谢谢你 也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你对我们的付出啊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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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我们的大陆的听友啊 叫王力啊 他也呃 这时候也之前也mail给我这一封这个资料 他说其实就在1月3号的时候啊 这个在哈尔滨也发生了一场大火 1月3号的这个下午的1点20分的时候 哈尔滨市的这个呃 北方有一个叫南薰陶瓷大市场的仓库啊 发生了大火 这个现场呢 最后呢 总共有5名的消防员罹难啊 还有14个消防员是受伤的 也同样其实呃 跟这一次的呃 整个桃园新屋的这个火灾的现场所看到的 罹难的人数其实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同样是难过呃 他特别把这个案例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 当然我们在在这里呃 愿意再一次的来告诉大家 这一次在大呃 桃园的新屋的这个罹难的这个6位消防人员 他们分别是陈凤翔呃 呃 陈燕明 还有蔡长荣 还有就是呃 张贵张 以及曾仲人 还有谢君杰 这6位消防弟兄 呃 当然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啊 有很多这个新闻报道来报道他们的相关的这个家里面的情况 像陈凤翔 他的女儿 第二个女儿才刚刚诞生 还没有满月呢 就已经失去了父亲 对 他的第一个女儿其实也很小才一岁多 所以哎 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 到底这个呃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抚恤金的话题啊 刚宛如特别提到了呃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每一名的这个殉职的警销 至少可以领到新台币1900万元的抚恤金 但是呢 其实哎 这么多的钱呃 也换不回一条人命 对不对 是啊 我现在看到这种抚恤金的新闻啊 我都觉得嗯 这真的是最不重要的事情 就是抚恤金了 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孩子多希望是一个爸爸或者是儿子能够平安的回来啊 对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当呃 在这个呃 灵堂的现场 你知道吗 这6位消防弟兄 他们的亲人 不管是妈妈也好 爸爸也好 或者是妻子也好啊 呃 他们还甚至于有女朋友的 嗯 这个面对了镜头 有的是嚎啕大哭 有的是已经哭到没有力气就昏厥过去 呃 有的是被别人所 摄护着 呃我们何其忍心啊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各位有没有想过啊 就是说呃 如果我们的消防设施不完备 如果我们的消防预算还是一直被删除 那么有一天万一万一啊 有一天呃 呃呃 这样子被搀扶的呃 哭倒在镜头前面的是你自己的亲人的时候 你怎么办 是啊 好 嗯 我们现在时间是早上七点四十三分了 我们这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之后 欢迎再接听大家的扣印电话 谢谢 二十号凌晨 有六位桃源市的消防队员在救火现场捐躯 各界哀痛之鱼 痛思消防法规与救灾设备的补救之道 他们是勇敢的英雄 为了大众的安全 他们牺牲了宝贵的性命 而您的生命中 有谁是你最可贵的英雄呢 他们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 您要感谢哪些默默为你奉献的英雄呢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 欢迎您跟早安台湾一起向他们说声感谢 大陆华北东北听友请播 免付费电话 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播 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 也可以播 02-2885-3003 无法打电话进来 欢迎您将姓名联络电话 递到早安台湾电子信箱 TW007 at rti.org.tw 主持人将打电话给您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 期待您的call 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台湾电话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周五大声 공 旧左右号 旧左边号 置入中央呼叫 目前发现女同一名 ichten约5岁 意识不轻 正准备救出 这工作不轻松 全天都在待命中 民众一一九一通 他们就得行动 所有的小事 就狗就猫抓风 抓舌戒指卡小指 就跳柔的还要当心领导师 他们守护每个昼夜 当我们熟睡 他们还在把单架往急诊室里头 推用凡能守备 跟火神拔河的擂台 是未知的未来 明天与死亡 不知道谁先来 他们一次一次 找到迷失 呼叫声一直 即使爆出迷失 小孩老人 燃烧氧气 搬开墙壁将伤者扛起 或者压在砖头下的手 说不要放弃 就算火球照亮黑暗夜晚 就算火势摧残没减缓 消防车炸到飞散 就算推算 爆炸会发生在周围 也不后退 就算粉身碎骨 只留下一顶头盔 他们这一秒 就只能结果一回头 下一秒跟家人 道别机会 都没有当人们颠簸 逃离弹难发生地 越来越多 消防员朝着反方向奔去 请给我明儿情 决定到呼叫声 请给我总共时间 保存每个人 请给我无畏勇气 对抗死神 如果我先离开 请保佑我家人 他们为了救人 不曾离开 当天都阴才 也试着一再 坚强面对同人意外 如果注定灵魂 得提早离开旅程 也只求上天保佑 亲人平安度过一生 他们不是钢铁人 兼差人或天灾 早上说拜拜的人 晚上可能不会再回来 与死亡 紧紧各阵 防护一旦 急于对生命期许 不以余力 直至背影离去 我们遗憾的鼻酸着 看着家属心寒的 哭说期盼着 他带全家出去玩的 看着队上长官 激动到无法应答 勉强挤出一句话 任务完成了 休息吧 我们明是新红 第一次听到的名字 心里是谢谢 这些英雄一次又一次 但他们要的或许不是 谢谢十分工落实 不足人力政府漠视 从此终止 亲人要的或许 也不是英勇的英雄 是能回家的爸爸 能让他们情勇 有时太心痛 我们闭上眼不能再看 但有时我们得睁大眼 终结这些人为来难 请给我女儿 请决定高呼救声 请给我中够时间 保住每个人 请给我无畏勇气 对抗死神 如果我想离开 请保佑我家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49分5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外如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歌 其实更贴切 它叫做浴火英雄 这个时候来听这首歌 可以说是里面的这些歌词 让我们更觉得贴切 也更觉得心里面好像在 有针在追刺一样 它里面有几句歌词 我印象感慨特别深 它说明天跟死亡 不知道谁先来 那么就算粉身碎骨 只留下一顶头盔 那么下一秒钟 跟家人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各位我们从这样的歌词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 消防员他们真的是为了 大家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付出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得不要 向他献上最大的感谢 而此刻我们还有一位听众 已经打电话进来 想要表达他的意见 这位是马来西亚的听众 全华 全华你早 你早 赞平 是 全华我们今天聊英雄 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呢 我的英雄 我是为这一次的事件 这里为英雄自尽 他们很年轻的 21到29 对 是 这个这一次很意外了 我看见 我看见那个新闻报道 好像政府的救命器 那么没有备好了 有好 我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是 就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避免的 你的意思是这个嘛 对啊 嗯 真的让人觉得很感慨 因为这些都是 20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才刚加入消防队 他也是有妈妈生的 是啊 嗯 真让人看得很难过 我请目的英雄就是我的朋友 上次我也跟你们讲过了 是 就我在水里面 他们救我上来的那位先生 哦 是 你要不要再说一点点 因为可能有些听众 今天才听节目 没有听到上一回的节目 你 上次我就问一般人去游泳 嗯 在海边游泳了 嗯 还有一个呢 他抓到一个木头了 嗯 他就 叫我 因为我刚学游泳而已嘛 我就抱着 跟着他抱那个木头啊 一起出去海中间啊 到了海中间的时候啊 嗯 那个木头啊 他停放在那边哦 他自己跑回来哦 嗯 那时候啊 我自己也紧张了 怕了 不知道怎么 我紧紧抱着那个 那个木头咯 后来有一个呢 看到我这样呢 他赶快出去咯 嗯 帮我救回来 哦 我很感激他 是 不然我就没有 没有 我 这条片是他救回来的嘛 对 不然你今天不会打电话进来 不会打电话 对啊 我又讲这句 是 讲不出口 是哦 真的 那是生死一瞬间的 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哦 是 在当时 就是一个这样的朋友 等于是 让你的人生在当下 整个转变了 如果没有他的话 你可能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 啊 对啊 对啊 对 所以你真心感谢这一位 搭救你的英雄 对不对 好棒呢 有这样的好朋友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全华跟我们的分享哦 啊你要好好对待人家哦 对对 有有 我经常就打电话给他了 真好真好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谢谢 我们在线上呢 厨先生也打电话进来 厨大哥你早 厨大哥你早 是 厨大哥我想请教您啊 这个在你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谁是曾经搭救过你 是你的英雄 或者是你特别要感谢谁 有没有 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呢 我有朋友是一个无名英雄 朋友是 我今年你们这个出这个讨论题啊 我就想这个这个进次次回来来来来来来 来说一下子 是 我一个我一个是王林教的朋友啊 他病毒要小两十岁了啊 他就是我们最高人的一个长日子 他搞这个总议的按摩 他在这个微教特殊的时候啊 他十八岁就开始无常现学 一直到现在就紧直到现在 那下十里呢 他人家现学 学现了四万多毫升了 四万多 四万多毫升 他去了 十次学校吧 他就是 是我们这个 合肥师啊 这细学庄里 第一名 捐了这么多 捐血第一名 对 不容赦 紧直到三十里呢 坚持三十年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是 你可想而是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救我这个人一个长的意思 哎呀 你有一个这样的热血的朋友 真好 可想而是 他救了两十岁了 对 你想想看这个 他真的 他救了多少人命啊 对不对 哦 那其实 他的新闻应该 他的事迹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对不对 都知道 都知道 报纸上警团报道 第十二也会 也上过第十 他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啊 他因为他学着的 他在学校微教的时候 十八岁就开始进学了 哦 这样子 了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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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机子之后 给你们讲一讲 嗯 真的很棒哦 真的很棒 这个 这个世界也 也这些非常平凡 但也不用热 紧直这么多年 嗯 真的 这个 像我就没有办法捐学 好 了解 楚大哥 我们非常谢谢您 跟我们的分享咯 那你要这个 常常鼓励他啊 哎 能不能挂着很好 对不对 而且这个 那个人很任性的 他很任性 很热心的一个朋友 他没有任性 他也不会 不会做办一个事情 不会做 有这个指动啊 对吧 是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今天 楚大哥打电话 前来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无名英雄 可能他只是做了一件小事 但这个小事 他可以坚持个几十年 不中断 这就是一个 长期默默助人的 无名英雄啊 嗯 没错 我们非常谢谢 楚大哥打电话 进来跟我们分享啊 也鼓励大家 真的是 其实 你可以捐任何 你想捐的东西 你可以做到任何 自己能贡献的力量啊 真的是如此 谢谢你 楚大哥 谢谢 是 谢谢 祝你一天都顺利哦 嗯 好 这个现在时间 已经是早晨 七点五十六分 二十秒了 那么 今天我们赶快 现在要来关注一下 会有哪些重要的 新闻大事啊 是 刚刚也谈到 这个消防队员的 一个殉职 英勇殉职 不幸 罹难的消息啊 其实 后续的检讨声浪 是没有中断过的 嗯 我们看到 在消防员工作 群益促进会啊 这个团体 在今天呢 就要到桃园市政府 要求 开放 基层 消防员 参与调查 因为为什么呢 过去这样子的一个 事件 调查 通常都是 可能比较 官方高层 那都是 各地的消防局 自行调查 似乎这个有求援 兼裁判的状况 所以啊 这个群益促进会呢 就希望能够呢 让基层的消防员 也能够参与 以免真相被掩盖 是的 呃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志平跟宛如提到了 今天是 123 1月23号 自由日 可是呢 现在其实很多的听众 不太了解 到底什么是自由日啊 那么当年呢 这个反共议事啊 这个呃 这个到台湾来 于是乎呢 有了自由日 这样的一个特别的 日子的定定 当然 在事隔这六七十年 之后我们来看到的是 嗯 到底自由日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意义呢 今天呢 呃 马英九总统 跟我们的行政院长 都会出席 2015世界自由日 庆祝大会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也许这样一个自由日 放在今天来说 会有什么样一个新的意涵呢 呃 在新闻中 我们也关切到 这个禽流感的疫情 今天上午的十一点 防检局也会公布 最新的禽流感的疫情 因为目前为止来看啊 呃 整个疫情并没有 少呃 趋缓下来 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 是 这个防检局说呢 今天要公布新的防疫措施啊 也就是不排除对机制 采取预防性扑杀 来避免疫情的扩散 是的 呃 自从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上任以来啊 几乎啊 这平面媒体 每天的新闻的头版头条 统统被他所占据了 要不就是他说的一句话 要不呢 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 真的 这个果然如我们 今天还有哪些新闻 对对对对 今天他还要说哪些 欲出惊人的话呢 是没错 这个我就让我们 这个拭目以待好不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各位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音乐呢 其实叫做believe 就是你相信什么呢 呃 你的信仰是什么呢 呃 你的信念又是什么呢 特别是在今天 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话题 就是桃园市的 新屋的这个呃 救灾现场 火灾现场里面 我们看到六位的呃 消防员 呃 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呢 我们希望啊 这是最后一次好不好 真的是让大家来正视 消防队员 他们的设备不足的问题 还有经费不足的问题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检讨 是 我们下礼拜一的 早安台湾节目 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 到底消防人员的装备 跟打火弟兄的安全问题 怎么样来解讨 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这边宛如在这祝您 有个愉快的周末 咱们下礼拜一见 明天请一夜开启 哦 卸下音符 明天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